《一百八十》 承報 台失業看直運斬傷四人訪鄭捷南山街頭東殺機 2015年7月22日兩岸A12上有港人出沒的台北市和新北市前晚 接連發生斬人血汗 共造成五人受傷 其中事發於台北捷運中山站的斬一岸 27歲的疑犯此都隨機斬傷四人後被警方制服 受傷的三女一男經送院治理後目前已全部出院 新北市同晚亦發生斬人案 一名十五歲少年池塞都在街上斬人 造成一女子受傷 另外 台灣警方昨日拘捕一名22歲男子 因其在Facebook預告自己將會斬人 警方根據恐嚇公眾罪 將他送到士林地檢處徵辦 本部兩岸早報道台北捷運中山站前晚發生的斬人案中 27歲男子郭彥均被制服 並被帶往警署調查 事發於晚上近9時 郭彥均在中山站其中一個出口跑下扶手樓梯 其間輝都斬雙站在電梯右邊的四人 有目擊者表示 現場有人尖叫 也有人撓起滅火筒與郭彥均對峙 他之後將刀放下 保安員 站長和其他乘客見狀合力將其制服 警員隨後趕底現場將其拘捕 事件中受傷的三女一男 年齡介於31至50歲 分別是左後堅和左鎖骨被刀斬傷 四人再送院 斬後無生命危險 目前已全部出院 而因心情欠佳犯案警方調查後發現 郭彥均自有父母離異 他隨改嫁的母親到日本 成年後回台灣 復兵疫期間母親患癌去世 近年因長期失業 投靠住在中山區的阿姨 上週環與阿姨炒假離家後在公園睡了數晚 警方表示 疑犯因長期失業心情欠佳 又透露疑犯吸毒產生患過 到前晚同時也時其3日當天購買生果刀犯案 台北警方當晚張國賢均而送致大同警察分局時 面對記者提問其嘴角上揚 期間懷疑有傷者家屬上前打他 被警方一同帶走 至於在新北市發生的斬人事件中 一名十五歲少年深夜首持蔡刀 在三峽區斬傷一名女子 期間甚至表示我要學證截殺人 警方目前已將疑犯帶回派出所調查 除了作看動機 亦會調查他的精神狀況 警方稱 當晚十時許 涉判少年遲刀襲擊一男一女 當中女子的左手手臂受刀傷 男子則被過並還擊 警方隨後到場將少年制服 有台灣網民在社交網站上載圖片 指食判少年當時身穿校服 期間增大叫要訪校在去年5月 於台北捷運斬死死人的大學生鄭捷 目前受傷女子已被送院 恨無生命危險 令區網上稱殺人男兩宗案件得禁 令人聯想到去年鄭捷在捷運車廂刺刀斬人 造成死22傷的嚴重血糖 昨日台灣警政署緊急通報全台灣各警察機關 即時在大眾運輸系統車站等地加強巡邏 尤其直運警察隊與各地警分局應加強協調 通報聯繫 以提高建警律 另外 警方昨日拘捕一名22歲男子 因其在facebook預告自己將會到直運站斬人 警方根據恐嚇公眾罪 將他送到士林地檢處徵辦 報道指 該名男子凌晨涉嫌在facebook表示 自己是警察 張學鄭捷 指自己將會前往直運中山站斬人 他被捕後公稱 自己患有強迫症 長期在醫院看精神科 因為工作不順利 才會表示想去斬人 其還表示自己僅僅是情緒發洩 不會真的去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